哈喽,大家好,我是红叶里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家常美食 做这个蛋羹,首先我们准备上四个鸡蛋 把它打入碗中 这个鸡蛋根据家里面的人数 多少自己定,像我们三个人四个鸡蛋就够了 完了以后把它搅拌,谢谢 然后加入一点盐 然后进行搅拌 这时候我们再拿一个空碗 把那火用个漏勺把它过滤一下 因为这个鸡蛋它真有气泡 把它过滤一下 它过滤一下,它真是蛋羹,它这个更嫩 然后我们加入一点凉开水和四个鸡蛋同等量的凉开水 加一点,好了 夹了以后,完了以后精心搅拌 嗯,这样搅拌就好了 完了以后,我们用这个薄膜把它覆盖上 嗯,把它盖紧 把它盖紧 把这个薄膜附好了以后 我们在上面擦一个洞 让它排气 哎,这样就行了 完了,放到这个蒸锅当中蒸 蒸到八至十分钟就蒸熟了 嗯,这就是我们,嗯,十分钟蒸好蛋羹 大家看,已经熟了 完了以后,我们倒入一点酱油 哎,对,嗯,倒入点酱油 嗯,倒入点酱油,嗯,倒入点酱油,嗯,倒入点酱油,对,你看,啊,完了以后,嗯,倒入点酱油,对,你看,啊,完了以后,倒入点酱油,嗯,倒入点酱油,对,你看,啊,完了以后, 大家看这块,嗯,嗯,嗯,诶,非常,对,非常棒,适合老人,孩子,嗯,即早餐,嗯,特别方便,大家可以动手操作一下,嗯,特别健康,希望大家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啊,别谢谢